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Tasty Money 这一节是保性证券特异的小炒仓 也是最后一节 市升近67点24573点 由高位回了一点点下来 今早的嘉宾小炒仓 有林sir的林sir早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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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星期他很厉害 因为我有个听众问了他一只股份 他今天做足功课上来介绍这只股份 好帮到各位听众和观众 都欢迎大家 如果真的想问一些美股等等 可以留下给我 转问一下林sir 林sir是否今天主要是主力搭这只股份 还有仓会不会执位呢 仓就不执了 不过我也觉得值得说 先交代上星期人民square sq uare taker sq 是 这只是一间做支付公司 业务有点像paypal 不过稍后会详细讲解 嗯 由于这个股份 其实都 我想挺贴合香港发生的事 嗯 都 其实都多谢听众 挺值得讲一下和思考的 是 所以呢 我就会今天主要讲这只股份 嗯 但是你问我会不会将这只股份 加入我的仓呢 由于我自己的投资取向 都是运件和收息为主呢 嗯 我就不会 也都先跟你说买这只股份呢 你预计了投资取向是薄的 是 那好吧 那我们讲一下 买休题 讲一下听众 究竟问些什么 嗯 其实 他都很正老的 因为这个股份呢 过运一年升了八成日 是 所以就可能了起了小丑仓 观众条人 就看看喂 是什么 那其实这间公司呢 最多人知道的呢 他是做支付 一些支付的公司 例如paypal 又或者讲多一点点 例如现在汇丰在香港 推出一些新的服务 payme 或者支付宝那样去内地 嗯 其实主要是做一个channel 的 比如呢 他主要的效用是帮一些小商户 例如小商户想在网上收钱 嗯 那他不可以自己和银行去联系 做一个payment机位 嗯 那他要靠那个一个中介公司 例如paypal去帮他收钱 好处就是呢 paypal收到的钱呢 基本上用户三至四人就可以入账 是 你可能问喂 为什么他不用卡机啊 嗯 嗯 就是你可以用信息卡机 用信息卡机呢 用信息卡机呢 就直接小商户和银行交易 嗯 但是银行给钱小商户呢 其实都要成 快质就一两个月 内质成六个月 过去往有说 那些美容公司呢 因为这个 银行多数期 嗯 那收了的 其实就是因为一个数期 如果来银行 譬如今天用信息卡半年之后才收钱 那真是把鬼啦 嗯 反过来 另外一个现象就是 有些人问 为什么美国加极息呢 但是 香港就不加息 还要按揭呢 汇丰整个hyper 加1.28 或者1.3 那不过按揭不说 Anyway就是想说银行呢 其实那些钱是多了水泽 那些钱怎么来呢 第一 你有没有留意 你们现在没有做定期呢 全部都是活期来的嘛 是 第二就是信用卡收回来 拿着那些钱 你看看自己每日用多少信用卡 这个问题就是 我现在没有做银行啦 留给大家自己思考 都不敢够胆扮专家 那我们要回回正题 说Square Square Square就升得很厉害 原因是因为 它其实在 如果算到一季之前都升了五成一 那刚好在过往一个星期 升了成几两成 原因是它公布了16年Q4的result 那就很帥仔了 revenue大升五成 而呢 其实这家公司的profit margin 都挺厉害的 Gross profit margin 上年是八成一 现在是做到八成七 那我想 挺赚钱的 我觉得profit margin 去到八成 令我想起的公司 看来人比较坏 令我想起福寿员的 不是的 福寿员刚刚上市的时候 报纸都广泛报导 因为在它上市的招股文件 就说它的GP 可以去到八成八的 所以呢 就有些人说 死人生意 是真的很赚的 因为你不会和它说交 是啊 其实给多一只美股 你参考 在美国做死人生意 SMOT 它都是做一些殯儀业的 不该外国 没有到有偶呢 其实它的GP 就是gots perfect 都可以去到八成 所以铁证 其实无论做中国鬼 或者外国鬼 西鬼 都是GP 的margin都挺高 好像声音 命中了 就是 你死人都讲假的 真是不知道 哪一句话跟着来骂你 好啦 我还是不要扯太远 不好意思 扯極都回不了正题 好啦 那说回它呢 其实弹得这么厉害 先看脑底 脑底就是说 它呢 就是 这个 gots perfect margin 就升了 还有total revenue 都是升 GP就八成一升到八成七 revenue升到五成 那生意做多一倍 而每一元生意都舔得尽了 那反过来 它花钱是否花得多了呢 就不会的 sales and marketing 就还用少钱 两成八跌到两成半 admin cost 就保持到两成八 不过同比呢 这间公司留意 上市约某三年而已 好 几年前上市呢 是三成四 海博admin cost 现在两成八 就是简单来说 admin cost and marketing 的钱都少了 而GP呢 就是生意做多了 那这间公司怎么做得起呢 其实它以前呢 就签了一个蚀钱的合约 就去到16年未到期 就是全美国去喝Starbuck呢 都是靠Square去做支付 是 那你都明白它的模式 它想做起一个桌子 最初拍着Starbuck 就先做一些不赚钱的生意 但是到现在呢 它就出了名 它就开了做了几个东西 第一是照做移动支付 以及是做一些小企业的移动支付 因为大企业的话 它说不是直接跟银行交易 就是百佳来说它是不使用PayPal的 是 百佳是直接卡机 因为它的分量是大到 可以一两天就翻数了 但是问题 小公司呢 其实是会用这些支付服务 加上是 对这些小用户 其实它是很难转的 这些小商户 就是很sticky 而没有stickyness很高 嗯 这个是一个较少一点的因素 我就看好这个股 另外还有两个因素 我就觉得这个股份都 先说 我的观点就是你可以买 不过一定是要 你的钱是用来博得的才好做 那么第二个因素 就是我觉得它好的 就是Starbuck那张交易 就会在2016年封锁 其实Starbuck的交易是越早越亏 但是我觉得蝕头占美它成功了 如果接着他这样看 但是这张交易就完 第三样东西 我觉得它的业务 再有一个趋化制 透过别人的术语 其实它呢 在这次的业职 赚了这么多钱呢 它在移动及支付方面的收益部分 就不是多很多 它最要命就是 它的subscription and service 就是它会这样形容 这类的业务升了80天 就是它的盈利多了很多 那么究竟这些subscription and service 是做些什么呢 其实这间公司赚钱主要是靠支付 就是披民去抽水 和不是靠借钱 有做rending的 不过是找自公司做 和就是做subscription and service subscription and service 就是它其中一样东西 就是它们开了一个新的service 就是叫Kaifeer Service 简单地说呢 就是和人做送餐服务 是 例如你在美国那麽说 那美国我都不敢说 对美国究竟纽约或者国区有什麽 我绝对就不是一个专家 但是怎麽说都好 例如second half 例如Dali Red Farm 那麽这些 在美国来说 都叫做 有些知名的餐厅 就是我未吃过 但是先说 但是怎麽都好 它们是帮它做送餐 即是像香港的UberEast 是 是 那你问UberEast 做不做得起呢 其实我也有些朋友 用UberEast的服务 嗯 那我发觉不若而同 和很多外地的民众呢 都有同一个想法 就是UberEast 其实很多时候送的餐 你是收很少钱 或者是不收钱的 是 那些人呢 不禁其文文 哇 你怎麽赚钱 就是免费送到上門 那你有钱都要的 哈哈 那其实怎麽赚钱呢 那其实就是 它不是赚着客钱 而是赚着那个餐 即是和餐厅做 去Split Cut 去赚它的Cut 嗯嗯嗯 就是其实那餐呢 我当你现在外买这个满忌糖水 是啊 你是送来不用钱的 但是其实那碗糖水 它收回满忌 可能是Cut量成半 是 是 其实这样呢 是帮到这个支付公司的 revenue 激速上升的 嗯 因为呢 如果你纯粹用PayPal 或者你说我纯粹是搭建一个机围 去帮你方便一些支付的 嗯 那其实赚的 commission一定不多 因为说真的 你纯粹帮我收钱而已 嗯 那EPS在香港来说 收1%都不够 就当你用credit card方便些 那都是1%的倍数而已 嗯 嗯 你不会说颠到收10%多20% 但是呢 如果它改变到是 入正常就是 好像Uber East或者这间公司Square 嗯 它是做一个送餐服务呢 嗯 它看过revenue 就可以基于整个餐的两三成这样去计 是 是的 如果它是 如果它是 弄得到一些 更加明贵的餐饮服务呢 嗯 其实盈利可以多很多 所以你看到呢 其实呢 公司只不过是16年第二位 开始了这个service 但是已经它们禁锁了 有点了到 那我觉得它是找到一个新的摧发势 嗯 而我觉得正恩如此呢 尤其是我觉得在外国呢 Uber East的服务是做得会比香港成功 始终香港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但愿之地加上地理位置有些特别 嗯 所以我看其实这间公司是 博得过 好 但是才留意的重点是博 就是买得都是博 因为是高嘛 嗯 嗯 好 真的想不到林sir说得这么详细 其实我在想到一年前 我都知道是大白的了 不是啊 因为我几年前都认识Square 这一只公司都是帮Starbucks那时候 因为在一些清谈节目呢 有说过 所以呢 都有留意 不过就是这么多年之后 没看之后 原来它已经升了这么多了 而且你看它做到东西 就是之前它还是契仔 衰点说句 叫着Starbucks去上的 是 现在它下一个stage 就是撕掉了契码 自己去搞东西 那就可以了 来到上 就是人或者公司也好 就是它进入一个自立的阶段 嗯 好啊 多谢林sir先 今天那个小炒仓就不动了 但是林sir就简单 非常详细 说了Square 就是SQ 这个code 我打了出来 就帮大家理解多一点 美股 说股 让它先去吧 好啊 跟林sir聊到这里 多谢林sir先 下个星期再跟林sir聊天 我们要先看看市 因为有些股份移动得相当厉害 现在升81点 24582点 看看390 就是中铁突然间爆到7.68的位置 相当之夸张 我刚才就只纳到中交件 升4% 11.44 我自己心里面最喜欢都是中交件 1800的 无论是敏感度 还有是生意等等 我自己觉得1800是走得快点 现在我可能要找一找 会不会找些追下落后 因为无端端 那些一带一路升得这么厉害 看看1186中铁建 也爆了很久之前 和大家说11.7多的高位 都爆了1186 现在11.86 升3% 今天记住看着铁路基建相关股 让我看看那些1157 1829 也在走上来 未大走的 看看会不会连这些都吹了风 上来 1766中车走得最慢 7.94 升2% 3898 中车时代电器 43.95 大家看着这些 会不会一次性爆破 爆上来 国子成份股 升过头三位 都是这三只 另外 看到之前有嘉宾推介的飞机租赁 18400也爆上来 升到4% 中国飞机租赁 10.42 大家应该有钱赚 先回答了问题 今早有朋友 66334 386 问我2607 现在是20.9 我不知道他买了还是怎样 看图表来说 没问题了 走得不错 我先告诉你 阻力位 大概是21.45 是2月7日做的高位 你自己看21.3 那些位置 可以先行食股 图表挺漂亮的 都是大只医药股 如果医药股 这个医药股 是稳定的 我觉得都可以 另外 今生软件很多人问 等不等业绩 因为晚点会出业绩 我自己未必会等 因为今天几只出业绩的股份 回到来的表现都是插水 所以先吃了 我起码吃三分二 你三分一薄 但起码吃三分二 不要全副等业绩 因为在业绩之前 已经升了很多 其实可能 港坚留下五分一 留一点 但其实应该吃 讲得多 我都觉得应该吃 268 昨天很厉害 上到三个半 也不添加糖牛 在这里的推介 268 金碟 现在3.36 跌2线 跌0.5% 如果是3.2左右 听火疗心推介 其实都在赚钱 我给你阻力位 下一个位置 三顶 大约是三五半 那些位置 其实昨天 都去过三五半 可能短期有少少压力 但昨天的成交相当大 我会吃一半 留一半 等一等它 现在回来 3.36 接着 3993 和358 这对马牙宝怎么办呢 都是那句 落幕还未开始转小 因为上升到3.03 上次 3.03 它又打下来 我都是维持着 自己2.8 和2.9 都有一注 没走过 因为昨天 你看到是大户坑大户 昨天折到2.79 之后 又买上2.83 有它们自己鬼打鬼先 我在旁边 虽然不是愚人得利 但我便不会沽 所以我就等 如果想买的2.8 左右 这些水平可以考虑 接着就是 358 现在第一梯队 我会买一只资源股 我就不会买 358 等了3993 转小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提到 我买回358 我就不买 283 怎看呢 高银地产 既然都已经 和大家说 私有化 当然好消息出货 我就不会买 现在6.9 今早7.4 现在由高银8 打到6.9 都不见了1 下次整水 好消息出货 我不会在这等 1461即将出业绩 路正期货 等到天方地老 过9 等到现在 我未出过 等下它可能业绩之后 才炒都不顶 现在1.7.5 如果业绩之后 都不炒 那就给它 过7的时候 做止涉 931 我不会买的 中国天然气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买的 1.7千1 那么多股 现在炒大价股 我就不炒这些 95亿市值 我不炒这一只 所以我就不会选择 现在1.7千1 1341 对了 卓星 骗了全世界了 GO 都接近交易完成的时间 非常波动 既然是这样 它是7亿多市值 我将钱都搬到大股 所以我不会炒小股 如果 那些朋友是之前买了 应该是7号 7号 7号 9 8号 8号多又不吃 现在等到下来 可能要等一等 如果穿了6号 9 就给它 如果不穿 就等一等 那些股价 这一只股价 所以拿起来 心持得不舒服 1788 国泰均安 今天不动 2.72 曾经去到2.75 是觉得市场 现在这么大成交 上去 为什么不动 我就等了 没理由 之前2.65 建议大家买 一直在赚钱 一直在赚钱 一直在等 都舒服点 如果蝕住就惨 所以我等 先捱住 市场既然是这样 没理由要我交一只 1788 出去 不信 1515 华润凤凰医疗 1515 今天上升3% 10.96 我看YouTube的朋友 他好像有个讯息 给我看 1515 哇 这么难看 1515 哦 9.9买了 还有没有上网空间 9.9买了 已经赚了1元 恭喜你 1515 其实这东西无敌地难炒 真的难炒 以前凤凰医疗年代 真的相当困难 今天上升100天线 如果真的站得到100天线 10.87 这位站得稳 是可以望远一点 约11.5至12元 那些位置 就盯着了 你赚钱可以的 其实今天的走势都很美 还有买盘相当之坚实 所以你可以先拿着 我觉得上网去11.5至12元 那位置 帮Samantha看看 6066之前 她昨天在小炒仓的推介 今天中信箭头证券都在升3% 恭喜大家 她说是沧海为主 北水沧海为主 现在7.26元 可以加上 Samantha和她聊天 都可以 410 朋友问 我正在等业绩 之前 即使内房方面 提到有政策打压 我都没有走 现在4.26元 终于赚钱了 升2.6元 上次高位是4.28元 希望她今天都升得穿 后日出业绩 我博她看看有没有特别适合 之前提过 内房的政策 主要是想一些人 可以乘镇化 走去一些边皮的地方住 不要每个人都住在中心位 因为中心位 现在Soul China 是上海北京最多漂亮的房子 其实已经全能用 被人买了 所以有一半是收租的公用 我觉得潘石压 都看得挺远 看得挺好 Soul China 自己不担心 所以我都等业绩 现在4.26元 升价2.6元 大约是4.2元 和大家推介 微微有几格 起码不用先 现在是4.26元 升价2元 后日会出业绩 差不多了 今天我答应了 有Share的朋友 已经回答他们的问题 除非我看不到 否则就没办法 有朋友问我 为什么可以这么快看到 哪些股票升这么多 经验 另外 是否你盯着了一堆的深水股 还是有其他的方法 十大升幅 看不到我说的390 是傻珠 50大升幅 就有了 还有我自己有个雷达 看到1800 爆穿了高 真的正在升 5%了 中交建 我的脑就会自己 390 1186 1766 和3898 所以 也是那一句 机会留给有做功课的朋友 如果你刚才那5个 都说不出 真的回去认真学习一下 看看自己回去练习一下 有没有5个水泥股 现在马上说得出 3个梅股 3个梅股很简单 所以自己回去练习一下 如果不是 就很难帮到你了 当然 自己有大理事机 都会看得快些 这个都要付出几个水 几个水就当下跌了 因为你买一只都不止 手续费 手续费是几元 是的 而且我这期 和大家在Facebook Inbox聊天 我都有叫大家去开户 提提大家为小炒仓 保证证券赞助 希望大家可以 拥有点开户 否则小炒仓 就做不长了 3个8毫八 不过你记住 是我的推介 就是小炒王 或者Tasty Money 否则是没有3个8毫八 现在网上申请也可以 而且不是20万 大家误会了 很多人昨天问我 是不是要20万 其实20万是我设置的 我是给嘉宾玩的 但其实1至2万 都可以开一个户口 做一些短炒的操作 聊到这里 10点50分 我未看过我的户口 我现在要先管理一下 今天和大家聊到这里 3月21日 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Tasty Money 多谢大家今天的捧场 大家有过千位的观众 拜拜